有很大的改变和突破 一方面 他们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赚钱 另一方面 他们可以在事业上取得长足的进步 生效龙 生效龙的人 从天而降 三月多子多才 很多好东西 富贵让人羡慕 个个都特别有耐心 默默发财的高手十之八九都是属龙的 他们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强大的背景 一切都看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 他们会默默地为自己的目标不断努力 直到自己和家人能够好好享受生活 他们才会心满意足 但这样的巨龙 也让人心疼 属龙的人在今年三月份也会有不错的运势 尤其是横财运 短时间内 生效龙的人也可能一下子赚大钱 可能一下子中了彩票 或者成为了搬迁户等等 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暴富 或者投资眼光不错 三月的财运回报率很高 所以生效龙可以安心做新贵 生效龙人进入三月上旬 判官恰好受到吉星逢吉和天府的特殊照顾 那个时候厄运烟消云散了 如果你真的能抓住这个机会 钱会如雨后春笋般涌来 你的家人也会幸福 另外 对于生效龙的几位朋友来说 未来三个月 他们将开辟属于自己的财富帝国 令人羡慕 绝地反击的起点 通过这些努力 用不了多久就能过上好日子 鼠龙的人有责任感 好胜心 永不服输 从三月上旬开始 鼠龙人有才神也点名 只要你肯去做 不怕吃苦 横财就来了 以后发财无忧 鼠龙的人 在三月初一定会有三系 信不信有你 这是真的 告诉身边的鼠龙人 生效鼠龙的性格优雅高贵 天生就是不平凡的人 他的身边会有很多追随者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繁荣的 强者的一生会经历很多考验 对于鼠龙人来说 在经历了一些大灾难之后 可以浴火重生 走上更强大更好的致富之路 龙人一生必与三结 愿他们平安度过 三月财运稍好 正财稳健 偏财有力 横财好运 商家需要从销售终端入手 想出各种营销方式 考虑资金的快速回笼 避免过度滞销 在库存和投资方面 需要考虑短期 长期的可能会延迟太久 总有夜长梦多的问题 雇主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寻找工作 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 创业者可以介入 但不宜波及太多 从小做起 生效龙 生效龙的人 自信 聪明 有才华 充满创意和冒险精神 对于未知的事物 充满好奇心 他们经常充满活力 能够勇于冒险 探索新的挑战 追求卓越 在事业上 生效龙的人 能够把握每个机会 并且不断地挑战自己 追求更高的目标 他们有卓越的 创新能力和洞察力 这让他们在事业上 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生效龙的人充满自信 这让他们经常成为 人群中的焦点 他们具有领导才能 能够为人们提供 建设性的建议 并且在危机时刻 保持冷静 在人际关系上 生效龙的人 也非常有魅力 他们能够轻易地 吸引他人的注意力 与人沟通自如 建立其稳定 而健康的关系 2023年 对于生效龙的人而言 是一个充满机会 和挑战的年份 他们可以期待 更多的成功和卓越 也可能会面临 一些挑战和障碍 但是这些都可以 让他们更加和进步 生效龙的人 需要保持自信和耐心 充分利用自己的 才华和能力 不断挑战自我 探索未知的领域 这将会带来 更多的机会和成就 在生活中 生效龙的人 注重品味和生活品质 追求高端的生活方式 这也让他们 具有艺术气息和风度 他们热爱生活 喜欢旅游和探索 不同的文化 这样的生活方式 也能够丰富 他们的生命经验 提升他们的眼界和思维 总的来说 生效龙的人 有与众不同的魅力和才华 充满活力和创意 注重品质和生活方式 能够在事业和生活中 都取得不俗的成就 在2023年 他们可以期待 生效机 生效机的人 勤奋 勇敢 稳健 注重细节和规律 有优秀的计划能力和执行力 他们踏实稳重 善于把握机会 能够迎接挑战 并取得不俗的成就 在事业上 生效机的人 努力工作 持之以恒 能够获得成功和进步 生效机的人 具有细心和耐心 这让他们在 人际关系中表现出色 他们注重团队合作 善于沟通和协调 能够有效解决问题 在2023年 生效机的人 可以期待更多的稳定和进步 需要保持耐心和努力 不断学习和 在生活中 生效机的人 讲究细节和品质 喜欢追求安逸和舒适 享受家庭和亲友 见得欢乐时光 他们注重健康和生活品质 喜欢尝试新的食物和文化体验 这样的生活方式 也能够丰富他们的生命经验 提升他们的品味和素养 总的来说 生效机的人 踏实稳重 注重细节和品质 勤奋努力 能够在事业和生活中取得不俗的成就 在2023年 他们可以期待更多的稳定和进步 需要保持耐心和努力 持续学习 生效舌 生效舌的运程翻转 工作火爆 前程远大 财运一波接一波 财运横通 财运广进 将会发掘新的制服商机 要是掌握恰当就能赚得盆满波营 三月上旬有三大吉星常驻 财运能水涨船高 财运滚滚进家门 能收获非常多的财富 赢大喜发横财 财运翻倍 富贵找上门 从此只填不苦 财运上上签 走上发财路 成功转运 吉星宠爱 职场赚正财 生活抓偏财 年底之前身价将大涨 迟早有一日将会有辉煌假夜 喜鹊枝头暴喜 事业突飞猛进 虎口锦上添花 好日子即将来临 从此不再哀穷 从三月上寻起 鼠舌的人能够连续三年的走财气 到时候不管是求财还是求运 鼠舌的人都会顺风又顺水 今后的日子里相信鼠舌的人 肯定会钱财滚滚进家门 往后余生不差钱 他们喜欢把一切都在自我控制之下 三月上寻惊喜多多 不仅会遇到很多值得开心的事情 而且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如意 首先 财运方面 财员滚滚来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够稳赚不赔 在人生旅途中一路过关斩江 很快就能够赚得腰包鼓鼓 富得流油 过上土豪般的生活 天天山珍海味 让人高攀不起 洋洋得意 生肖舌人 凡事都喜欢靠自己 不服输 工作上也表现出非凡的能力 有时候做事情欠考虑 渴望事业有成 不论在什么环境里都能够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生肖牛 生肖牛的运势即将迎来大转变 财运要走高 职场运势也将大好 随时间的推移 属牛的人将会收获更多的财富和成功 尤其是在近期 财运亨通将会照耀属牛的人 让他们拥有更多的机会和好运气 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中 属牛的人性格特别神稳 能够冷静理智地处理问题 属牛的人性格非常神稳 做事也非常神秘 如果你懂得谦虚谨慎做事 进入2023年之后 你一定会过得很幸福 只要没有苦难 每个人都可以过上真正美好的生活 在新的一年里 牛牛们能够遇到逆天的运势 摆脱一些不好的运势 迎来偏财运 另外 正财运也很好 可以迎来很多财运 接下来 牛牛们将会遇到四面八方的好运 继续积累好运 迎来双丰收 和繁荣 属牛的人通常是勤奋努力的人 他们的付出绝对不会被辜负 即使有时候遇到挫折和困难 他们也会毫不退缩地去克服 因此 他们能够在职场上获得更多的认可和成功 并且取得更高的地位和薪酬 在财运方面 属牛的人有相当不错的运气 近期的星象显示 他们将会有更多的财富来源 从而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实力 随财富的增长 他们也会懂得更好的管理和利用财富 为自己和家人带来更多的福利和幸福 总之 属牛的人的未来充满机会和希望 他们将会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拥有更多的成功和财富 整个2023年 四生肖不愁缺钱 不被生活压垮 四季开开心心 当你有钱可以花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障碍 但是当你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花的时候 你的生活就会很不自在 甚至会遇到困难 成功的方法有很多种 首先 你不会再为没有钱而苦恼 你可以在事业和事业上取得比较圆满的成功 这样一整年都可以继续发财 开开心心 生肖龙 龙性格开朗乐观 头脑令活 他们精通投资 不会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 因此 很多属龙人都会做副业 财运十分吉祥 二月底 属龙人只为新贵人献身 带来丰厚的财运 贵人曝露 事业运势稳步提升 二月底 财运流转 偏财运旺 生殖带来财运 命中令属龙人的宝库充盈 存款暴涨 属龙人忠诚善良 做事细心冷静 缺点是有时做事不能坚持 容易放弃 生肖运势方面 从二月下旬开始 生肖属龙的人财员广进 福气横溢 横财 大金龙得及新加持 来日吉祥长寿 属龙的人在工作上比较有主见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接下来的日子里 喜事接二连三 注定会发财致富 大金龙带所有的艰辛 吉祥如意 横财 大吉大利紧门 一定会带领一家人一起过上富足的生活 鼠龙的朋友在二月下半月会有财运方面的惊喜 可以说是吉星加持 无论是在日常工作还是闲暇时间 他们都会有更多机会做一笔好生意 运势二月底出现在异性朋友 触见客户中 如果好好珍惜 加深于他们的感情 相信财运会触手可及 不会有围前操心一年 可以说鼠龙的人 在事业上非常有目标 很有野心 任何时候都能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最好的状态 不浪费时间 而且非常忠诚对朋友有德性 谢谢让大家对他们有好感 也能让他们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整个2023年 鼠龙人不会因为他们而为钱发愁 生意不顺势 会有朋友支持你度过难关 生意红火的时候 也可以稳定自己的成绩 所以一年到头都不用为钱发愁 可以在相当稳定的状态下赚钱 日子越来越有钱了 生肖羊 鼠项人进入二月下半月 出那受到德财即兴的眷顾 财运旺盛 有机会告别刚开始的运势不完美 机会来了 财运会稳不上升 如果你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机会来了 就会出现一波发财的大潮 四面八方的账单 难以攀升 另外 对于一些生肖羊的朋友来说 未来两个月会有很大的爱情浪潮 感情会很顺利 另外在工作上也要注意配合 别人做不到的就是继续克服障碍 未来的生活会更好 阳年出生的人 发财是必然的 他们眼光独到 对市场趋势有敏锐的洞察力 吸金能力超群 更重要的是 阳年出生的人会得到贵人的指点和帮助 亲朋好友 事半功倍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美好的生活 鼠羊的人从二月底开始走运 他们会得到幸运性的加持 财富会大增 阳年出生的人 考试成绩令人满意 会受到上司的重视 奸诈的小人将被同化 此外 属于羊的贵人的命运也会发生动摇 更有活力 能给他们带来快乐 如果他们能抓住这种快乐 如果他们幸运的话 那么他们就能在工作中追求梦想 生活无拘无束 最终繁荣发展 开他们的怀抱迎来了幸福 生肖羊的职场上 可能会有变动 职位或部门的变动 新的任务要执行 对你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鼠羊的朋友们 从二月下半月开始 抓住机会 赚大钱 就能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告别长久以来的运势起伏 经过生活的洗礼 从二月底开始 生肖羊的运势还算平顺 在贵人的帮助下 会有部菲的收入部分财富 你可以相应的投资 以赚取财富 属羊的人不冷不酷 在事业上 他们很有目的性 也很值得信赖 他们会做到自己答应别人的事情 朋友也会以他们为荣 而他们自己也从来很少向别人提出这个要求 大多数时候 他们会依靠自己的努力在生活和事业上取得进步 因此 对于他们来说 2023年的情况会更好一些 会有更多的钱 今年2023年上半年 他们可以在朋友的帮助下 卖出事业成功的第一步 同时他们也会在职场上提拔领导 让自己进步很快 这样才能进步快点 追求你的目标和梦想不仅会给你带来金钱 无忧无虑 生肖马 生肖蜀马 五行蜀木 他们性格单纯 对父母非常孝顺 到了二月底的蜀马人 会有阴阳结合 事业蒸蒸日上 喜事接踵而来 财神呼唤 财运天下 横财借连而来 财运不绝钱财 事业向来吉祥 同时蜀马人在事业上也难得一帆风顺进来令人羡慕 未来数十亿财员而来 官商顺遂 蜀马的人非常聪明 心胸开阔 为人政治善良 善于交际 身边朋友很多 蜀马的人下周会得到财神眷顾 工作上会更上一层楼 钱来得很容易 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或许是缘分 有些人的感情成果丰硕 期望之不同对于一半的人来说 想要赢得真爱 就应该寻找机会增加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好感度 从二月底开始 财运最为吉祥 有贵人的指引和幸运的帮助 无论你做什么 都会有好运 未来的福祉和幸福可以用无穷无尽来形容 与更好的人交往 提升自己的运势 未来会得到菩萨的加持 不可阻挡 大金马初七 身边小人多 健康不利 阴小脾气 小狡猾 破坏了局面 前期凶星交织 导致一切各种恶运 但从二月底开始 生肖蜀马的人 咸鱼将从平民变成土豪 迎来人生大变局 上天眷顾 财源广进发财 届时 生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将逐渐告别生命暴走的时代 蜀马的人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不会有压力 生活也会一帆风顺 熟马的人非常活泼 善于交朋友 工作积极 生活目标明确 他们不会偏离道路 不会辜负任何人的期待 一整年 你不仅不会缺钱 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会有所进步 你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 工作效率会翻倍 实现收入的增加 让你在新的一年里 可以毫无压力地驰骋 春风得意的马蹄铁 一年四季 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成就 生肖猴 二月底 生肖猴开始此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